我们都知道春天来了 春天春暖花开 春天相对于我们有一个宝宝叫什么 肝宝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群字得以抒发 要展望未来 要展开一点 让人喜悦起来 所以不要尝着 所以要走出来 那我们通过运动的方式 养生的方式 第一个做阔胸 第二个做佛沉 那我们可以反着来 先做佛沉 打开 开胸是佛沉 打开 为什么呀 强大的 扩胸肌 强大的胸肌 好 现在完了佛沉之后 我们做一些阔胸 像是春天 打卡式这种练习非常好 呼出去是浊气 吸纳进来的是清气 非常好用 好 好 好